還OK嗎 昨天下午少了三四個小時 都在風雨中進行 當然候選人也很辛苦 不過我看團隊實力都很高 我們責任重大 因為這場選舉不是我個人的選舉 也不是只攸關台南後續未來的發展 也關注到台灣的民主是否可以為主 主權是否可以捍衛 所以我看郭文他也甚至是已經很重大 我們也覺得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實力 3月16號票開出的時候 代表英朗出征的郭博文能夠順便代表彈簽 我現在主要的工作都在評選郭博文 希望能夠爭取父老鄉親的職務 讓郭博文能夠順便代表彈簽 但是目前不僅僅是我個人 也是全黨在中間的工作 所以我們禁止父老鄉親 能夠再給朋友一個機會 重新再站起來 跟大家一起打拼打拼 為了台南的後續發展 因為這個選舉很特別 有山區、有海邊、有汽會 有農業、漁業 也有光芒產業、更野生商業 所以立法也是要相當相當的準備 既要能夠照顧農民民 也要能夠推動工廠的發展 也能夠協助台南市的觀光產業 能夠持續不斷的發展下去 所以可以說是要選擇一個非常好的人權 那郭文呢他本身是台大的措施 成功達人的措施 有中央的經驗 又有地方服務的職業 他是一個非常接地氣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父親是農民 他農民 農民自治 他過去的二十幾歲就總是勞工運動 只是勞工運動 他不管擔任台北台南縣行政處處長 或是台南市議會議員 都是在基層裡面 所以他也是基層運動的代言人 所以不管是個人的條件 或是說他所代表的未來後續台南市的發展 或者是代表的是台灣的民主跟主權的安慰 其實都是意義重大 所以是為什麼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 來給郭文在十四路口跟大家拜託 在蔡市場跟大家拜託 然後車隊遊行跟大家拜託 我們想盡的一切的方法 盡各種努力 就是要喚起我們台南的父老鄉親 能夠再給米南一個機會 然後共同大家來進去 我們拜託大家